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06年韩国上映的爱情喜剧片《机器人之恋》 讲述的是一个幻想自己是机器人的精神病女孩与一个精神分裂男孩的爱情故事 女孩英君从小在奶奶的抚养下长大 她的家族有精神病史 奶奶认为自己是只老鼠 整天啃萝卜 还养了一群啃萝卜的小老鼠 她的妈妈看起来也神经兮兮的 英君长大后也逐渐显现出了精神病的特征 她认为自己是个机器人 在工厂没日没夜的工作 甚至隔开手腕的血管 插入电线给自己充电 不仅失血过多 而且遭受电击的英君昏倒被送往了医院 之后便一直驻塞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有很多病情不同的精神病人 英君刚来时呆呆地躺在床上 没有丝毫反应 到了晚上却开始行动 按照一台收音机的指示做出动作 跑去和自动售卖机 电话等电器说话 而且她从布置医院提供的食物 而是拿起电池 手指按住两端 给自己充电 以此生存下去 精神病院里有一个男患者伊顺 她喜欢偷各种奇怪的东西 她总是戴着一个兔子面具 认为这样 别顺就看不到自己 英君发现了这个奇怪的小偷 所以跟着她 想要查明真相 伊顺发现了跟着自己的英君 骂她是神经病 郁闷的英君晚上和收音机聊天 想着奶奶 她说自己是因为同情心 所以才没有杀死白大怪医生去见奶奶 第二天 英君继续跟着伊顺 发现伊顺可以偷走别人的乒乓球技术 可以偷走一个总是给别人道歉的家伙的性格 英君于是找到伊顺 希望她偷走自己的同情心 伊顺告诉英君要学会憎恨 伊顺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女孩 开始悄悄跟着她 伊顺发现英君为了控制自己的同情心 总是向医生们伸出手 却不愿意与他们握手 他还发现英君总是不吃饭 而是带着奶奶的假牙舔电池 出于好奇 他偷走了英君的假牙 英君发现假牙不见了 非常崩溃 终于伊顺悄悄把假牙还给了英君 英君因为长时间无法控制自己的同情心 而伤心痛哭 伊顺禁不住他的请求 终于答应偷走他的同情心 没有了同情心的英君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杀手 他的手指变成枪 将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挨个射杀 突然没电倒地了 当然 这一切是在英君的认知里面 事实是英君朝医生们乱指一通 然后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晕倒了 之后的英君陷入了昏迷之中 医生们只能采取电机疗法和注射营养液 维持他的生命 英君被送进营养箱 恍惚间看到了奶奶 他答应奶奶会尽快学会残审 英君醒了过来 他再次手指变枪 杀掉了所有的医生 病情更加严重的英君被隔离治疗 医生们从鼻孔给他注射食物 伊顺以为英君被关押了 带领其他病神绝食抗议想要救出英君 结果被关进了旁边的隔离室 伊顺为了救出英君偷了一个病友的飞行袜 还偷了一个人的好嗓子 唱歌鼓励英君将他带出隔离室 伊顺在英君想念奶奶的时候安慰他 但是英君身体虚弱 再次晕倒了 伊顺为了让他吃饭 于是假装改造了他的身体 告诉他可以将米饭转换成店里 然后教他吃饭 但是英君即将把饭送进嘴里时却反悔了 因为他怕吃饭会损坏电子管 但伊顺告诉他自己是修理工 会随时为他修理 英君终于尝试着吞下了第一口饭 之后英君再也不用被不吃饭 身体虚弱而困扰 英君想起奶奶在被送到疗养院之前 曾经给自己留下一句话 在伊顺的帮助下 他终于明白 奶奶说的是 你是一颗原子弹 存在的目的是终结世界 需要十亿服电 他们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来到山顶上 希望通过闪电给自己冲上十亿服电 两人举着饮电装置在山顶做了一夜 第二天风雨结束 阳光彩虹出现 也许英君终于不会再执着于奶奶留下的记忆 会与这个即使知道他是机器人 依然陪在他身边的男孩好好在一起吧 影片讲述了两个精神病人的爱情 全篇充满幻想饱含笑点 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下期再见